我来喽 我来喽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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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抓到你了 帅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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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跟小朋友一起玩 来啊 来嘛 妙妙 来 帅帅 你们两个做好朋友好不好 好吗 那你们是好朋友了 来 一起玩 爸爸再见 这是我爸爸 我和你爸爸 拜拜 爸爸再见 这是我爸爸 妙妙 你的爸爸真的好帅呀 好 拜拜 拜拜 妙妙 再见 妙妙 再见 妙妙 再见 妙妙 你今天玩得开心吗 哦 哦 妙妙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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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妙妙 再见 真乖 我有话要跟你说 好 猴子爸爸 你能不能别加班我的爸爸了 真的做我的爸爸好不好 不好 可是你妈妈不同意啊 她干嘛不同意啊 回去我说她 说好了 回家以后妙妙就去说说她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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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她 她 走了 你 我 走了 我 你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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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 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啊 爸爸 我想让猴子爸爸住到我们家来 当我的爸爸每天送我去幼儿园 爸爸 这件事情呢很复杂 妈妈现在不能答应你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不可惜 不可惜了 不可惜了 我们睡觉好不好 好吧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安睡 董事长 能打扰一下吗 沈雪 快进来 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路过 看你在不在 在 请我吃饭 好 都十二点了 试开吃饭了 我们走 好 走 喂 江经理 小姨啊 你去帮我买份外卖 跟以前一样啊 好 知道了 还不上 你好 一杯红豆奶茶 那你妈妈的身体还好吗 嗯 很好很好 谢谢 小姨 小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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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奶茶好了 你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小姨 小姨 这女人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想她可能是有点吃醋了吧 我先走了 喂 喂 你找我有事啊 我来就是想和你说几句话 猴子对你的用心 大家都看得出来 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我能看得出来 你也很喜欢猴子 既然你请我愿的 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 接受她的爱呢 在我看来 你根本就把猴子 当成你的爱情备胎 招之寄来 挥之则去 这样对猴子很不公平啊 小姨 幸福不是等来的 是需要争取的 这点你比我更清楚吧 这点你比我更清楚吧 别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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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干吗呀 干吗呀 天飞 好了我不关你了 你爱干吗干吗 我睡觉 那么早睡了 老年人啊你 这衣服怎么样 挺好的 这天呢 还行吧 还行 还行 这件呢 挺好的 你别什么都挺好还行的 明天是你的同学聚会 我要穿得好看点 不是很有面子吗 这红的挺好的 红的 这红的没有鞋子配啊 黑的为什么不好 黑的也挺好的呀 那相比之下呢 黑的好 你刚不是还说红的好 我觉得三件都挺好的 拜 拜托你真有没有点立场啊 到底哪件选一件 我说是你生日的还是你结婚的啊 你穿什么其实都一样 你那么漂亮 过去穿哪一件都好看 我觉得你们就是烦 是 我们女人是都很烦的 你要是想亲近的话 你别结婚啊 你有没有听过一项调查 感情越好的夫妻呢 两个人废话就越多 没听过 我只听过啊 幸福的家庭都一样 不幸福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你说明天来小医会去吗 我不知道 庄 接着庄 你现在此刻是不是心潮特别澎湃 久久不能平静 对 嘴巴张开 对 好吃不好吃啊 甜蜜甜蜜 今天这一身衣服挺漂亮的 妈呀挺有眼光 这是我最贵的一件衣服 打完三折还一千八了 今天谢谢妈妈呀 见什么人哪 就知道约会 我同学聚会 我可能得晚点回来 你不用等我了啊 不用急着回来 多晚一会儿 看看同学当中 有没有单身的 知道了 知道了 淼淼 妈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那我走了啊 不用急着回来啊 别抹了 去参加同学会 又不是参加选美 都几点了啊 我打扮得漂亮一点 你不是更有面子吗 快点吧 我告诉你啊 最近不防高速堵车 你们现在出门肯定迟到 知道 我在出 好了 嗯 来 走吧 待会儿 报没呢 怎么办 猴子对你的用心 大家都看得出来 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我能看得出来 你也很喜欢猴子 既然你请我愿的 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 接受它的爱呢 elegant 牛别 班长啊 牛阿姨啊 老九 老九不见 老九不见 这 这安排得太好了 人都到齐了呀 那都是大家给面子 还没介绍呢 这位是嫂夫人吧 我就忘了刚刚介绍 这是我老婆小璐 你好 大家好 天飞 车子 房子 妻子 儿子 似有新人哪 就是 没有 你有点问题啊 怎么了 孩子还没有呢 工作太忙 没顾上药 小姨 小姨 小姨来了 你没吃到吗 你没吃到吗 我没吃到吧 没吃到 没吃到 小姨 这么多年来 你一眼都没变啊 房长真是夸我呢 您真的 真的 我没骗您啊 这一会儿功夫 田飞跟蓝小姨都来了 你俩是不是约好的 我跟你说 这一会儿你俩可得好 感谢感谢房长 别瞎说 别瞎说 没看到吧 人家田飞带家属来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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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这人吧 就爱开玩笑了 对对对对 别介意啊 别介意啊 你别待会儿回去 让她跪搓一把 是吧 怎么可能舍得 让她跪搓一把 疼她都来不及呢 再说了 谁没点过去啊 经历过挫折的男人 才懂得疼老婆 对吧 看见这看见了 咱们那个田飞就是福气好 娶到一个这么贤惠的老婆 田飞 那你不把你这位 跟小姨介绍认识认识啊 不用介绍 我们已经认识了 是吗 是 认识 今天你没有开车来啊 你买车啊 老同学都不知道啊 看来 蓝小姐很低调 好饿啊 班长 你是不是开 开饭了啊 对对对对 里面 里面打饭 你去饭吃饭 走 走 我们同学几个干一杯怎么样 来来来 干杯 来来 干杯 吃菜吃菜吃菜 最近晚上我老失眠 怎么了 总是睡不着觉 就是因为听不到 老酒的打呼声 那时候睡在我上午的老酒 每天晚上打呼可厉 这打得跟那个 舞厅里的低伺候 动刺动刺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还有她叫老酒 有一次我跟她时常吃饭 她一次吃九个馒头呢 我差点没噎死 还是我舅的你是不是老酒 老酒 你还没谢谢人家呢 贴短是吧 喝酒 吃人家喝酒啊 天飞我要吃鱼 好 这鱼骨头动 不用弄了不好弄吧 没事 弄弄就掉下来 来 小姨 好 好了好了 来来 瞧这小两口甜蜜的 那是 我们停飞可是出了名的好男人 真会说 哪打人必须的嘛 来来来 喝酒喝酒 我去趟洗手间 来 来 小姨 不停 不停 刚才小鹿有点儿 不好意思啊 在这儿聊天呢 要不等一下等同学 聚会结束之后 给你们时间好好聊 小鹿 你有必要这样吗 要不这样吧 我来帮个忙 把你们之间的故事 讲给老同学听一听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怎么样 随便吧 小鹿 别闹 啊 我和小姨只是打个招呼 小鹿 小鹿 叫得很亲热啊 天飞你从一开始 就不想告诉我 同学会的事情 不就想借这个机会 跟他碰面 他搞得我们家庭不合 你现在倒打一盘 说我过分 你先跟我说清楚 到底谁在闹 别站住 闹 好 来来来 搬起来 来啊 来来来 可以可以 你们三个都出去了 我们还担心 会不会出什么乱子呢 是啊 他要打起来 真的假的 够老风老气了 怎么还这么难舍难封啊 历久迷心嘛 天飞 你小子挺幸福啊 就是啊 小鹿今天怎么样 还那样 下班下班吧 有对象了吗 哎呦 那好可怜啊 我们这一圈 好像也就小鹿你一个 是没出听的圣女了 那 你干嘛把人家黄花大鬼女 说得跟过期品似的 对啊 现在是圣女正火 这不是有人说嘛 这个 结婚只是瞬间的幸福 永远的地狱吗 有道理有道理 有道理 小鹿条件好慢慢挑嘛 对 这位同学 其实呢现实挺残酷的 女人年纪越大呢 剩下的价值就越少 而且现在有很多女人呢 喜欢把那些工作很忙 要求很高 把这些画当做漂亮的包装 其实 在生活里他们还是输了 小鹿啊 你说话 不要那么偏激嘛 有吗 发表一下言论自由 应该没问题吧 再说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幸福 他一个人不幸的话 我也会良心不安的 多大的事啊 小鹿 我工厂里有好几个 特别不错的小男孩 介绍给你认识 怎么样 班长 那帮好男人太不靠谱了 小鹿 我有个托识不错 介绍给你认识 你别惊叨的啊 听我的才是对的啊 你们都不靠谱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那个时候你 怎么样 小鹿 不用了 班长 大家都别为我考虑了 你不能老想着自由 到时候终老一生了 你一定要后悔的 就听我的 到时候我们约好时间 电话联系怎么样 不用了 班长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来 我们喝酒 来来来来来 喝酒 喝酒 打扰一下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在附近办事 真的好帅啊 所以来接你回家 我 小鹿 她是 不好意思啊 忘了自我介绍 我是马耀祖 腾飞集团的董事长 也是 蓝小鹿的未婚夫 对了 对了 我和小鹿就有结婚了 到时候请大家来参加婚礼 小鹿啊 好幸福哦 你 你也太见外了 有这么 这么出色的未婚夫 现在才带出来 咱们恭喜她一下怎么样 来来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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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她带什么车啊 怎么才不打电啊 小鹿这次总算找对人了 你这么至于啊 喂 好了好了啊 别看了别看了 咱们去KTV吧 走吧 好 走走走 KTV走吧 KTV 早知道我就别急着假 凤凰就换我当了 好帅啊 好帅啊 天飞 还记得我们那首 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手机上包房子 不是吧 我去拿一下 那我们再包压等你 我们先走吧 我们先过去吧 我去走了 走吧 走吧走吧 走吧 走吧 蓝妙妙 零八年四月八号出生 好帅 我来说 我来说 凡小姨 现在日子过得挺好嘛 为什么 人家一离开你 就可以过得很幸福呢 天飞 你有没有自我反省过 反省 我需要反省是吗 我会陪着你 我们一起等 嘿 我陪你一起去 你要是能找到一个靠谱的 我就消失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小姨不管你说什么 我的想法是不会变的 怎么了 怎么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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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像个英雄一样出现 把我从困境当中解救出来 想想这些年 我自己都数不清 和你说了多少次谢谢 但每说一次 你在我心里的分量 就重一些 只是我自己不愿意承认 我以前在感情里受过伤害 所以变成了一个蛋小鬼 我害怕拥有你 是因为我害怕失去 现在不怕了吗 不怕了 是你给了我勇气 让我相信 曾经以后 我会像你爱我那样 就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干吗呀 板着一张脸 刚才问你的话还没回答我呢 你还没完没了吗 我只要你回答我 对对对 你分析的都对 行了吧 我洗澡去了 待会儿 你还没告诉我呢 那你觉得他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 四个字 我不知道 行 那我告诉你 我觉得他现在的日子过得非常好 并且非常有钱 田飞 你觉得脸红吗 之前你们俩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 夏天没有超过三十五度 都舍不得开空调 冬天洗碗的时候都舍不得用热水 现在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我觉得该脸红的人是你吧 是谁以前非要每一样东西跟他比 人家买条裙子 你非要跑到商场 跟人家买条一样的 你怎么现在不比了呀 人家买辆宝马 你那么有钱也换辆新车呀 我为什么要脸红 我跟他又没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呀 你们俩是情敌关系 你忘记了 晓忆以前是我女朋友 而你现在却是我老婆 为什么呀 你自己心里知道 田飞你也太自大了吧 怪不得蓝小姨对你一点旧情都不念 难怪你去见钱捧一鼻子回 不就是宝马吗 不就是几十万吗 几十万在我们这个小区 连个朝北的小房间都买不到 对呀 不就是区区几十万吗 那你买一辆新车给我看看呀 我等着 爸 我要换辆新车 立刻 现在 马上 必须 我也怀孕了 兰妙妙 零八年四月八号出生 零八年四月八号出生 我也怀孕了 兰妙妙 零八年四月八号出生 那孩子一定是我的 那孩子一定是我的 没错 没错 那一定是我的女儿 妹妹 外婆去买菜去 你要吃什么跟外婆讲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妹妹 听话外公带你去划划梯 我们去划划梯好吗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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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去 跟我去 那我们一起去 算了 算了 菜市场就那几步入 你自己去 溜达溜达吧 我也要 好了 好的 带你去 带你去 不闹了 跟外公再见 外公再见 再见 再见 小心点啊 这个毛头多少钱一斤啊 十块 十块啊 太贵了 都赶上肉架了 是 我 我拿半斤够了 好 那这个 这个两块五给你了吧 这两块五啊 待会儿给我也拿半斤 自己三块才好的 小朋友啊 你也喜欢玩鲸鱼啊 嗯 你头上有个脏东西啊 叔叔帮你拿下来好不好 好 别动啊 谢谢叔叔 淼淼 淼淼 淼淼淼 淼淼淼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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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外婆吓死了 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呀 要握鱼啊 你以后一个人不能乱跑啊 知道了 宝贝啊 你把外婆吓死了 来 你怎么来了 来接我女朋友上班啊 上车 来 早饭吃了吗 没呢 正好 我给你做了三明治 还有小黄瓜 还有牛奶 没想到你还挺细心的嘛 我刚认识你那会儿 你可不是这样的啊 想 您好 您好 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广告 说可以做亲子鉴定 好的 请稍等一下 麻烦您停下单子 这车不错 大气 磅礴有范儿 而且也不贵才一百多万 就它了 又要小陆 你这口气也太大了吧 好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一百多万 我可还是算了吧 这汽车呀 也就是个代货的工具 今天买明天就贬值 我们还不如去看看 进装修的酒店公寓 这些钱呢 正好够首付 然后我们把它租出去 以猪养蛋 这多好啊 买那么多房子 嗷着吃呀 我们家又不当地主 小陆啊 其实你妈说得没错 房子能够保值啊 汽车也就是面子工程 爸 面子工程也是工程啊 前段时间我陪田飞去杭州 参加那个同学会 好多朋友都开好车的 我们可不能给别人比下去 这闹了半天 你就为这要换车呀 你看看 你看 现在这些年轻人啊 今天比这 明天比那样 你看就是有意思嘛 没意思 那你们这些长辈 天天地在外面 比自己家的孩子 有意思吗 也没意思呀 所以说 只有你女儿开上好车 你们才有面子 对不对 老爸你说对不对 对不对 爸 行行行 就买它吧 只要你高兴 来 把银行卡拿出来 等等 小陆啊 你刚才说 你去参加田飞的同学聚会 那这买车是你的主意 还是他的主意啊 当然 是我的主意啦 妈 你就别担心了 大不了 车写我的名字就好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就算写你的名字 也是你们的共同财产 万一要是 万一什么 你是我亲妈 盼点我好行不行 不是我不怕你好 是我对你的老公不放心 你看那公司折腾这么多年 这都是什么名堂啊 连自己的老婆都养活不起 家里的煤气费水电费 还有电话费 都在你老爸的公司卡上扣 是是是是 你现在说这有意思吗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离婚对吧 行 我现在就去离 你干吗你干吗你你 你看你们俩 怎么在一起就吵个没完呢呢 你也少说两句了啊 行 这车我们就买 好吧 不过我跟你说清楚啊 车主的名字必须写我 还有那个旧车卖了 卖车的钱就归给你 给你做私房钱 我一分都不要 但你记住啊 千万不能给田非知道 还是老爸好 就下你的名字 走 你就宠他吧 看等我们老了以后 还有谁能宠他 试试我们的行车吧 刚买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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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哇 哇 哇 天飞 啊 我现在好想去人民路吃火锅 要不你开吧 好 哇 喂 哦 保险到期了是吧 稍等一下啊 天飞 保险公司来电话 说旧车的保险到期 要不要续保啊 不续了嘛 旧车不是都要卖了 行 啊 我们那个旧车打算卖了 所以不续保了 谢谢啊 拜拜 怎么样 咱们爸对我们好吧 说买车就买车 哎 那么赶紧把旧车卖了 然后把钱贴给他们 我爸为了买这个车 把家里的老底都给我们贴上了 你爸妈真把老底都贴给咱了 小璐啊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老爸老毛有多少加点 什么意思啊 还是跟你说了吧 那天你老爸生日 不是让我到书房去找打火机吗 我就在抽屉里啊 翻倒了一本存折 不知道上面多少钱 两百多万 你偷看我爸存折啊 你偷看我爸存折啊 我再说一遍啊 我没有偷看 我是无意中看到的 田飞 你什么意思呀 就算我爸有几百万 凭什么借给我们啊 他借给你一百万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现在一天天在外面借钱 别说一百万 连一万都没借着 亏了好几千呢 行行行 不借就不借 但是你以后也别跟我说什么 老底赔光了 家底赔光这件事 田飞 你支点足行不行啊 我爸那么做是希望 我们有点紧迫感 别一天到晚老想着老人的钱 我爸高利贷也帮你认了 车也帮你买了 你还想要怎么样 你别跟我说高利贷的事啊 说了我就生气 是啊 这贷款是你老爸还的 没错啊 但你知道吗 我买的那几只股票 这几天蹭蹭蹭往上涨 你爸做这笔交易啊 不仅没赔 反而倒赚十几万 真是打了个漂亮的时间差啊 人情把他赚了 钱也挣了 顺便啊 把房产帧都给拿了 要我说你爸真的是做会计 真会算 这车不是说送给咱们的吗 要我猜得没错啊 这镇上一定是你的名字 怎么不说话了呀 有本事把行驶人拿出来给我看看 拿呀 憑什么给你看呀 你交紧啊 一分钱都没出 你憑什么写你的名字 你拿给我看看 干嘛呀 干嘛你 小心点开车 小心开车 干嘛呀 警察同志 有什么事儿 有违章变道 而且没系安全带 请出示你的驾驶证刑事证 这个 您可送哪儿 违章了 新日站 你们全家都太有思想了 天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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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妃死哪儿去啊 让她再多喝点开水 多喝多喝 来 来 嘴边张开啊 喝一口 怎么了这是 三十八度五 刚刚发的 白天还好好的呢 真是 哪儿说 否计爸爸能不能别走了 陪陪喵喵 没问题 我哪儿都不去 妃喵你要坚强啊 对了 妃喵的疫报卡不知道 放哪儿了 怎么也找不到 晚一晚上发起来了 肯定要去医院的 是 找不着了 没事我来找我来找 你现在就去找 快点 妹妹妈妈去找医保卡 辈 辈 再给两个体温吧 好好好 来 抬起来 对 来 价静 来 奇怪 我放哪儿了 你别急好好想想 上次用它是什么时候 我想起来了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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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找了 我们先不要管她了 下次我再陪你去补办 不好了 三十九都罢了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送医院去 赶快赶快赶快 你还好吧 漾漾 我们走 帮忙这儿不 小姨 你们俩行吧 要不我和你爸爸一起去 多一个人 多一份照顾啊 看来我们是去医院 又不是去打架 你们俩也累一整天了 不用去了 要有什么事话打电话 网羨 赶紧去吧 你先小心点啊 放心 叔叔 我会来 小心啊 这家里头啊 是要有个男人做顶梁柱的 这小伙子还真不错 真不错 小姨 小姨 让我来抱吧 你去休息一下 不用了 我现在顺也睡不着 心里气上把下的 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 别瞎想了 好吗 你也发烧了 我说真的呢 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 我总有这样的感觉 就好像一个人 倒霉倒惯了 已经习惯了 现在天上 突然掉下来一个大馅饼 吃也不敢吃 也不知道里面藏了什么玄机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你 你这是在瞎说什么呢 让我告诉你吧 老天是公平的 没人会永远走运 或者永远倒霉 而你 你的霉运正式结束了 因为有了我 可是我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就够倒霉的 你们还要动我迷归了 就是 怎么 那不是整理得挺好吗 你妈怎么这样啊 你们全家人怎么都这样啊 我家怎么样了 她懂不懂尊重别人隐私 前面我告诉你啊 你去跟你妈说 请她以后不要再等 我们房间里任何一样东西 乱点我乐意 你那么要隐私 那你结婚干吗呀 一个人过多隐私啊你 那你什么事都向你妈多快乐 你接什么婚呀 饭来张口一来伸手 你说一 她绝对不说二 这奇怪了 怎么了 跟我妈过有什么不好的 自古以来儿子孝顺妈 那是天经地义 总比有人啃老强吧 是 那你也有东西让我啃 我才不啃我爸呀 亭雯 你说 你现阶段所有的东西 哪样不是啃老啃出来的 说 说话呀 像怎么样人家吵架是吧 你说呀 亭雯 怎么又吵架了呀 你说天雯上了一天班多累呀 儿子早点睡觉啊 妈 我这面膜你从哪儿翻出来的呀 哪儿啊 那儿 下次多晚一点啊 田雯飞是个大老板 一天事多多呀 请理解 谢谢晚安 妈 你这面膜 早点睡啊 您就别说话了啊 真能被你们活活给气死 别找了 田雯飞出差了 我懒得做饭 冰箱里还有半个馒头 是昨天的 没事吃吧 哎 是不是得像你们老田家的亲戚那样 拿着半个馒头 就是开水泡着吃啊 哼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哎呀 你说家里就咱们两个女的 你吃饭呢 就跟猫似的 啪啪两口 我忙活半天 那不都浪费了吗 行 那我出去吃 哎 话说回来 你是结我婚的人了 就算田雯飞是要饭的 你也是田家的儿媳妇啊 我就是婆婆 啊 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给我洗过一件衣服 哪怕是一双袜子呢 哼 这要是搁得过气啊 我们圈族人 屁屁 哪吐沫性淹死你 我亲爱的妈呀 别说我做您儿媳妇才几年 我做我妈的亲婚女二十多年 她都没有吃过给她烧的饭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压根就不会烧饭 行 那我自己出去吃 小心点啊 衣服穿完记得还了 你 你 半个馒头啊 你自己留着吃 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个社会不像以前了 我带这个小孩 我就必须找离异的丧偶的 只要我独立 自主 坚强 我不愁嫁不出去 你嫁得好 妈妈当然高兴了 妈妈只是心里有点不踏实 妈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女儿长大了 即使没有男人 我带着喵喵 也可以过得很好 行 我的女儿让我放心了 放心啊 丁丁 我们睡觉好不好 好 来 苏总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这个办公室啊 一共一百零三平米 现在呢 我的业务重心也转移了 所以准备租一半出去 来 随便看看 这个大间挺大啊 应该有四十平方吧 那不止 我呢 是这样想的啊 这个大间 归您 我呢 只要那边 两间小房间就可以了 这边看看 来 请 这个总经理事倒蛮不错的嘛 来 田总 这样吧 这个大间的一半 和总经理事归我 然后财务事和另一半归你 你看怎么样 苏总 您真是个生意人 这个一半加大经理事给你 我就拿个财务事 财务事可是单独隔出来的 连窗户都没有 你却要跟我平摊一半房租 你这生意做的 你可不知道啊 现在的大街上 到处都是招租的鞋子楼 如果让我加钱 我倒不如单独地去住一个 独立的鞋子楼 对吧 苏总 话不能这么说 废话不多说了 你说行 咋就住 你说不行 咋走人 主动前掌握在你手里 行 租给您了 谁呀 行了 行了 给我挂正点 好吧 好吧 干什么呢你啊 这是我让挂的 这宝剑可是开过光的 正在必协 可理念了 你可占光了 先生您好 您的化验报告单 要到后天才能出来 您也太兴致了吧 医生啊 你就帮帮我啊 我真的很急 好吧 小齐帮忙找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田飞的 化验报告单 好 谢谢啊 谢谢 有的 怎么样 根据田飞的检验报告 两人之间存在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 亲子官司 也就是说 她是我女儿 是的 那请她好 谢谢了 那咱们还赶ш了 我可以 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 你为什么叫我 问你老婆去 妈 怎么了 你这老婆真的好好上上规矩了 一天倒霉 没大没小的 你出差了 他差点把我气死了 真的呀 他当他谁呀 就算你当了美国总统 也是我们天家的儿媳妇 你必须的孝孙长辈 必须传宗结代地生啊 对 妈 我跟你说个事啊 等等 什么事 你要想帮他说话 免谈 对不起 不是这个事 等一下 妈 我跟你说 我去做那亲子鉴定了 嗯 妙妙还真是我女儿 真的 天舞局人知道啊 咱天家既然有了个 胡搏乱跳的小孙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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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你先别高兴 没错 没错 有事我问你了 说 说 说 你说 你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呀 把孩子要回来呀 这是咱们田家的骨肉 或者干脆跟小鹿离婚 跟蓝小义结婚 我那天去他们家看了 那房子装修得不错 你看看人家蓝小义 靠自己上海愣拼出一套房子 你再看看那位 除了睡啊 吃啊 要不就是出去乱花钱 简直是个猪虫白痴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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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轻点 人家都听到了 儿子 妈想啊 你要是蓝小义真诚 让他爸妈回老家 我来帮你们带孩子 我是亲奶奶 亲奶奶带孩子对吧 这外公外婆算什么呀 奶奶带孩子对着呢 那房子是小时小点的 姐姐也够用了 过几年条件好了 咱们再换个大房子 把这小房子卖了 三房两厅两卫的 偏点没事 反正咱们现在有个新车 对吧 妈 别说这行 有的没的 现在八字都没一撇呢 什么八字没一撇呀 这孩子有了 就一撇了 有了一撇 啥事都成了孩子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一定要记住 孩子的事 跟这小楼半个字 都不能透露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儿子你傻呀 你是过错方啊 到时候分财产对你不利呀 咱们现在不是换了个新车吗 也值不少钱哪 还有 还有 怎么了 帮我拿个新牙刷 哎 让他自己事自己做 拿牙刷 自己事自己做 你别指这张三李四的 那一口也不给你拿 光着出来 哎呀 哎呀 妈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而且您说话有问题 我没有指望张三 也没有指望李四我指望的是 您的儿子 我的老公 哎呀 我要是不指望他的话呢 今天就没房也没车 您来上海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儿 更没有那么舒服的床睡 您说对吧 接着聊吧 你的母亲带人是不是 又想你汇报我的罪行了 小璐 我跟你好好谈一谈 行啊 谈什么 你是帮她聊新车啊 很好开对吧 别跟我瞎扯啊 谈我妈 我妈每天在家里啊 媳妇做饭打扫卫生 已经够辛苦的了 我不奢望你对她有点 有多少的感激啊 但是你对她至少有 有点尊重行吗 没错 你妈是洗衣服了 但是把我架支 数千元的羊绒山 硬生生地洗成了铜妆 没错 你妈是烧饭 但是那烧给你吃 你不在的时候 拌了冷馒头 就直接把儿媳妇给打发了 也没错 你妈是打扫卫生了 但是你妈拿那个拖把 在地上那么拖拖 搞得跟水塘似的 我那天走路差点 没摔死 还有 自从那个抱孩子的事情 黄掉了之后 你妈有给过我好脸色吗 没有 所以啊 就她这个服务标准 跟服务水平 你让我怎么尊重她 怎么感激她呀 行行行 我说一句 你有十句等着我 但是她是我妈 就凭这一点 你对她好点不行吗 行 但我也有一个条件 对我爸妈好一点 我爸妈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我不奢望你心存感激 至少不要心怀怨恨 行吗 填总经理 行 咱们以后啊 对双方父母都客客气气的 成交 喂 成热喝了 我去叫妙妙洗床去 好 妙妙 妙妙 该起床了 太阳都帅屁屁了 对不起 哎 妙妙是乖孩子 乖孩子不赖床哦 那外婆为什么赖床啊 外婆 外婆小时候上幼儿园不赖床 所以外婆现在长大了 可以多躺一会儿啊 那外公呢 外公啊小时候天天赖床 所以外公现在要早起啊 送妙妙上幼儿园呢 妙妙啊 妙妙 去床了 去床了 外婆说得没错 小时候勤快 长大就可以偷懒了 亲亲 瞧你们这娘俩 有你们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快走吧 快走吧 一会儿堵车了 现在猴子来不来送你啊 不来了 出差了 那我走了 妈妈走了啊 亲亲的 宝贝 妈妈走了啊 去吧去吧 小姨 你来干什么 我赶着上班呢 我送你 不用 我想找你聊聊 聊吧 你有什么话赶紧说 我真的要迟到了 妙妙 最近还好 听话哥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小姨 其实你不用再难过了 我已经知道妙妙是我的亲生女儿了 我想先跟你说声对不起 是我背着你去做这个监听 不过那天妙妙看我的眼神实在是 太震撼了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田妃 你到底要干什么 妙妙是我的女儿 谁都不能抢走她的 你不要那么激动 你冷静一点 我没有想要抢妙妙 我也不会去抢妙妙 毕竟女儿跟谁的 都没有跟妈妈好 小姨 小姨 我知道我对不起 我知道当年 我伤你伤得很深 所以我想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让我弥补一下 小姨 你还是爱我的对吗 否则你当年不会 背着那么大的压力 把妙妙给生下来 我们一家三口 可以重新开始 这样妙妙既不会失去她的爸爸 也不会失去她的妈妈 是吧 我们没有必要争孩子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 一定会过得很幸运的 妙没有爸爸 是我一个人怀孕 一个人生她 一个人养她 那个时候她爸爸在哪儿 她爸爸正喜笑颜 开了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 兴高采烈地开公司 充满希望地 期待着另外一个孩子的强盛 小姨 你早请我去 是什么 天呗 我求你了 你别说了 我们不可能 我们不需要你 喂 妈 点飞刚才来找我了 她已经知道妙妙身世了 你就别多问了 你跟我爸看好妙妙就对了 了 她真的没有想让我坐在一起 我这个 reaction 我都会想不到她 她的孩子 不是她的孩子 我也是她的孩子 我现在要不想到她 便我要她的孩子 我是我 我现在心里乱死了 好 别急 你先冷静一下 好吗 我马上过来 然后我们去找律师 一起想办法 现在 请你千万要冷静好吗 我知道了 好 是的 您等我一下 马先生 您不是要明天才回来的吗 临时有事 所以提前回来了 帮我联系上海最好的律师 我有事要咨询 好的 我知道了 好 抱歉 久等了 这么说孩子的父亲 已经知道孩子的身世了 我们想知道 田飞有没有可能 夺走孩子的监护权 我觉得这一点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在中国不是任何人 都可以去做亲子鉴定的 他需要提供结婚证 户口本 孩子的出生证名 等一系列的相关证件 然后你的那个亲子鉴定 我看过了 我个人觉得 他应该是在某一些 不正规的医疗场所做的 把这种东西拿到法庭上 法官会不会认可 我觉得他有待商榷 退一万步讲 即便是法官认可了这个结果 那也得看孩子本身啊 这孩子从小是跟着妈妈 长大的 而妈妈现在的工作 和生活情况呢 都比较稳定 我相信一定会给孩子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 成长空间 而他爸爸呢 据你刚才的描述 他爸爸的老婆 应该不知道这回事吧 你想想啊 假如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一定会在法庭上大吵一番 到时候你觉得 法官会把孩子判给谁呢 好 谢谢你 关律师 到底是专业人士 几句话就把我心结解开了 也不知道 会整整一天活都不在身上 但是还有一点 什么 因为我不太清楚你的前男友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如果他把孩子偷偷带走 或者直接抢走了 即便是你报警的话 警方也很难处理 这一类的家庭事物 毕竟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怎么会这样 那怎么办啊 那你就要看好孩子